画面上是壮观里6000户对外交通唯一合法的道路 乐立二街62项 地方上反映道路狭窄 希望能够透宽 提升进出车辆的安全 另外也希望妥善规划行人行走空间 在我们乐立二街62项这个出入口 也就是壮观里唯一我们合法的一条道路 因为出入的时候非常的狭小 所以两部车要汇车的时候都非常的不便 都要减速慢行 希望说在旁边的这个人行步道 因为铁栏杆的这个步道 已经长年失修没有人围养 我希望说市府能够规划 把这个铁栏杆的这个人行步道能够拆除 拆除以后让我们这个马路的路幅能够变大 两辆车来汇车的时候 就会比较的安全又方便 因为现在壮观里 目前都是小型的巴士公车在行驶 像506的公车虽然是大公车 但是都是往后山的迈进路三项的方向来行驶 没有从这条路来经过 如果这条路来拓宽的话 我也期许说506的公车 大公车也可以从这条路来出入 我们壮观里的需求是希望能把道路 这个拥挤的部分可以拓宽 那并帮我们增加一个行人通行的道路 让我们的行人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可以更加的顺畅 这条人行道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它常常会有那个土石流从那个山壁下来 所以要常常清理 所以那条路现在是目前几乎很难用 行人目前其实都是走我们里面这条比较多 我们的我们居民这条我们的社区的道路 在三米里这边是希望说人车分流 在这边的话尽量就是人行行手的话 就是走住在这边 那靠近造物那边的话 就是按照商量主义国长的造物拓宽 那现在人行动线已经规划到就是往 就是有住宅这一侧在引导大家往这边走 所以相对的就是在行人的安全上面有更提升了很多 那也相对的说因为另外一边的人行道 它没有连贯的关系 所以它的使用率就下降了 那所以在今天凯林远提议下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人行道部分再作为拓宽使用 对于在地的需求来说真的是更有效的利用 针对民众所反映的问题 市长谢果良也在公务处长的陪同下 到现场亲自会刊了解 公务处也说明整体的道路拓宽改善计划 本来的车道是5.6米半 会变成7.1米半 拜拓宽了时就变成两个车道各3.5米 勉强符合直线车道的一个宽度 我们今天很谢谢包括郑凯林议员 吴华嘉议员跟洪森永议员 今天都来我们乐立二街62巷来会刊 还有我们在地的里长国门 那刚刚公务处已经有一个说明了 我们也感谢郑凯林议员在内 把自己的这个配合款 就是大家来协助来共同办理 那也谢谢两位议员今天也共同来勘察 那我们就是要把车道做调整 然后把人行道清楚地改造出来 然后让行人有一个比较安全舒适的地方来行走 透过议员里长和市府的携手合作 希望让改善工程顺利早日完工 让当地进出的人车更安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李亮洁 基隆报导